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上集我们讲了香港和纽西兰有关零售总值的变化 香港似乎最近几个月都一直横行 而纽西兰就有轻微的报复性消费 今天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国近期的消费者信心出现大插水 消费总量也持续下跌 我们就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 在近期消费的信心和总量上的变化 从而去了解一下香港的情况 大家看到这幅图都很黑一跳 很少有这样的插水式的消费者信心图表 这个就是中国的消费者信心 在里面你看到过去一段长时间 过去整三年多 一直都站在高位 在120的水平上下徘徊 但是踏入2022年初 就出现一次 所以净插水跌到只有80多 接着到现在 仍然是突破不了90的水平 那什么叫做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当然各个国家的定义不同 那么我们就这里呢 根据capital.com的报导呢 里面就提及到 在中国内地呢 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 根据全国呢 是用20个城市 是用700位15岁或以上的人士 进行调查而得出的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的 那里面呢 那个数值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说0呢 到200这个范围里面 就分了等级去评估中国的消费者信心 其中呢200就代表极度乐观 0就表示极度悲观 所以100呢 其实呢 就是分水岭了 因为100呢 就表示中立 就是又不悲观又不乐观 那所以呢 过去呢 是持续乐观的 平均数都高于100很多的 但是啊 踏入2022年初 这次插水之后呢 就低于100 100的分水岭 就变成呢 平均都表达悲观的情绪了 所以呢 反映呢 2022年下半年的指数呢 持续都站在90以下呢 就是反映消费者信心 普遍都是负面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数字 2021年2月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历史高位了 127 维持高信心呢 一直维持 去到2022年3月呢 都仍然站在113.2的哦 但是到4月份呢 就突然间插水息 跌下去86.7 那这个跌幅呢 按月是跌23个% 2成多了 那究竟什么事呢 发生了呢 2022年4月 那根据capital.com的报导呢 他就解释这个插水的原因呢 是因为2022年4月 开始呢 中国内地的疫情就 开始蔓延了 政府在4月就收紧防疫措施 其中譬如大家可能都记得 5月份有上海封城了 随着12月之后呢 其实呢 就已经开始復常了嘛 那所以呢 消费信心呢 有轻微的回升 但是都只是升到88.3而已 仍然呢 是低于100的分水岭的 那当然了 一月份的数据也未出了 那就看一下一月份的信心指数呢 会不会有一个较明显的回升 那大家都不妨留言 预测一下 究竟呢 在2023年呢 中国消费者信心呢 是会一个什么的数值呢 那大家可能会说 消费者信心是调查而已 那就是被访者说一下自己 乐观悲观而已 不代表他真实 有没有去购物的 那所以 不如呢 我们就看一下 究竟那个消费者信心指数 是不是能够反映 同期的零售总量呢 那这个呢 是自2022年2月开始呢 过去每个月呢 中国的零售总量 是一样按年变化来的 那你见到 哇 真是呢 在4月份呢 是出现一次 双位数的跌幅的 所以反映呢 其实消费者信心的调查呢 是跟实际市况 那个零售总量的变化呢 是都有一个很紧密的相关度的 那当信心偏低的时候呢 那个零售总量呢 是真的出现低迷的 那后来呢 就有一个三四五月份 三个月呢 都连续是有下跌的现象 那最深就是4月份 跌11.1% 时间上高呢 就跟信心指数呢 是吻合了 随后呢 你见到年中的时候呢 就有轻微的回升 但是呢 踏入十月份呢 零售总量呢 又再到按年下跌哦 那11月呢 又有一次较大的跌幅了 跌幅呢 是深达-5.9% 那这个情况呢 比香港的零售总量变化呢 更加恶劣的哦 香港呢 都是在过去三季呢 都是呈现在正-5%之内的徘徊 但是中国内地的零售总量呢 在4月份出现一次 双位数的下跌了 11月份呢 再出现一次-5.9%的下跌的 那所以 中国内地的零售总量跌幅呢 是相对较大了 虽然说 12月份呢 是解封了 那这个跌幅呢 是开始收窄到-1.8% 但是仍然是按年下跌的 似乎解封的初期呢 仍然未能够收复零售总量了 更加谈不上 任何的报复性消费现象 那么这个呢 就有待1月份的数据出牢的时候呢 再看看究竟会不会出现一次 报复性消费的情况呢 似乎世界各地呢 在疫情缓和之后呢 那个零售市道呢 是有非常之大的差异哦 对吧 上集我们提到 纽西兰似乎看到零售市道有报复性反弹 但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呢 在零售市况上高呢 就持续横行呢 甚至有大幅的下跌呢 初步就反映就是说 似乎和政府有没有派钱 对于疫后消费的影响呢 就不是很大哦 因为香港其实有派钱的哦 纽西兰都有派少少钱的 也都有一些救市的措施的 那所以 这个情况都完全很大的懸殊哦 那所以我们今集呢 就不如看多几个国家 看下其他的地方的情况是怎样的 事实上呢 全球呢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呢 都出现零售总量是呈现跌势的 其中呢 澳门的情况呢 就更加令人关注了 因为他现在呢 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一个 第二高跌幅的经济体 在零售总量方面 大家看这幅图呢 2022年的第二和第三季的零售总量 跌幅竟然是高达-36.2% 和-31.8% 他的跌幅是比乌克兰 正在打仗的国家呢 都重要严重的 那当然你会说 他之前在2021年中呢 有一个两倍多的升幅 但是你又不要忘记 他再数上一年 2020年中呢 他是下跌深达61.6%的 所以只不过是基数低 所以出现反弹数字而已 反而呢 2022年基本上就是疫症 全球都开始缓和了嘛 那所以啊 他仍然出现一个 -30%的连续两季 零售总量下跌呢 那这个就令到呢 他是 就是进一步解释 即使有派钱呢 都无助解救有关消费信心 低迷的情况啦 那所以里面这个 比较呢 大家就看到了 中港澳三个地方的零售市况呢 都同样受压了 澳门的情况是最严重的 反映呢 是年年派钱呢 仍然是无助阻止消费信心下降了 那我们又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 都是呈现下跌呢 那就包括英国啦 欧盟啦 南韩啦 这些地方呢 都是出现持续负增长的情况的 是的 大家看看 就虽然呢 他就没有双位数的跌幅 但是呢 他已经是长达呢 差不多是9个月呢 是完全都是负增长 就一直都是在-3到-6.7% 之间呢 就是一路都是一路萎缩的 那所以呢 英国的情况呢 都是看到呢 持续在2022年的 第二三四季呢 都是呈现一路零售总量下降了 好了 但是呢 有上升零售总量的地方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一幅图 这个呢 就显示美国的情况的 它的零售总量的按年变化呢 你看到呢 过去全年全部都是正数的 而且年初两个月呢 更加是双位数的升幅 一月是升13.7%的 二月呢 差不多接近18%的 但是俄乌开战呢 那就开始美国联储局要加息嘛 那所以呢 就将这个报复性消费呢 就拉回下来 那美国联储局加息 就是连续每个月都大幅加息之后呢 你看到呢 但是零售总量仍然都以一个非常之亮丽的升幅呢 去到7月呢 更加是再次升10%的按年变化了 那么最新呢 12月的数字呢 都仍然是有6%的零售总量增长了 加息了这么多次啊 破了纪录 而且加息的速度呢 也都是破纪录 但是呢 美国的经济呢 似乎仍然非常强劲 零售的市场呢 仍然有一个可观的增长 反映消费信心呢 是非常强劲的 那这个呢 报复性消费呢 在美国呢 就似乎呢 较为明显了 那而除了美国之外呢 新加坡 台湾 澳洲 等等的地方呢 都见到有一个较明显的零售总量增长的 那大家不妨呢 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你觉得 为什么呢 有些国家就 疫情放缓 但是呢 就 零售总量呢 反而下降 但是有些国家呢 就零售总量呢 就出现反弹呢 呢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呢 其实呢 有不少的消费呢 都不是生活必须的 多数都是感上添花的而已 比如说去一下旅行啊 买一下首饰啊 那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市民在消费的时候呢 就不是一定看下自己 够不够钱 去消费这些感上添花的消费 产品或者服务呢 而是呢 是要看下去对自己自身未来的收入 是不是乐观 以及对整体城市的未来经济前景 是不是乐观呢 是更加大关系的喔 所以呢 你看见了 各个国家的政府 其实都是向消费者调查 消费信心 而不是调查消费者的收入变化 那我们其实在较早前呢 已经有一条短片是介绍过房产学的 一套理论叫做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 早前有短片介绍过的了 未看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的连结那里 是重新观看的 所谓财富效应呢 就是指上富贵了 自我感觉良好的嘛 那就乐于消费了 譬如举例说 当楼价持续上升 那其实你明明那层楼是自住的 不想着买的 但是你心理上高就会觉得 哇有钱了啊 哇财富高了 那你就愿意花多些钱的喔 甚至借钱去消费 才使未来钱的喔 其他的情况 譬如经济增长强劲啊 失业率下降啊 薪金上升加快啊 即使你自己还没加工也好 你都会增强了消费信心的喔 那就觉得说不怕啊 大围都环境好转嘛 这样就可以先借钱回来 去旅行啊买一辆车啊 这样的消费模式啊 同样道理啊 相反如果你对前景悲观啊 真是份工招不保值 都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公开 消费者呢 就会倾向于缩减开支的 那就转为呢 是增加储蓄啦 是吧 積穀防机嘛 尤其是加息的期间 一方面利率上升呢 那就是储蓄回报就上升了 是吧 哇 由零息现在变成有四五厘喔 那储蓄的吸引力就会上升了 另一方面 加息又会导致经济收缩的嘛 甚至有时候会引发经济衰退 所以消费者在加息的期间呢 一般呢 就会消费信心是转差的 但是今次呢 的情况就有点不尋常啊 大家看一下 2022年初呢 你看到 因为俄乌白发战争 通胀大幅飙升嘛 那麽呢 美国呢 就联储局就开始快速加息嘛 但是呢 这幅呢 就是美国的楼价 变化图喔 你看到 哇 由2020年中开始呢 是持续急速上升喔 那这个当然跟减息有关啦 是不是 这个减息呢 就导致 哇 最高升过 按年升20%喔 但是呢 即使你说 喂 到了2022年 三月加息喔 但是 它仍然是正增长喔 虽然呢 是升幅放緩 但是啊 年初 竟然竟然竟升20.8% 虽然慢慢回落 但是去到最新公布呢 11月的数字呢 升幅仍然有7.7%的增长喔 是吧 这个真是善杀旁人喔 在一 在连续 疯狂加息的情况底下呢 竟然仍然能够保持7.7%的楼价升幅喔 那所以这个反映呢 就是美国呢 在那个财富效应上高啊 那些业主呢 就会觉得 哇 深红啦 那楼赚了多少啊 那所以他们呢 就消费信心呢 就是强劲啦 那所以 这个部分都解释到呢 为什么美国的消费的零售总量呢 是持续有上升的 那而且就业市场也都非常宏净啦 同期呢 美国的消费者总量 零售总量呢 持续增加呢 似乎都是跟这些经济前景 是 以及楼市的财富效应呢 是有紧密的关系啦 那相反呢 如果我们看中国内地呢 他现在其实是在这里减息的 是吧 全球加息呢 其实中国呢 是正在减息的 但是呢 他连中国内地的 一二三线城市的楼价呢 全面暴跌的 那这个我们早前有短片介绍过了 那大家有兴趣呢 是可以在以下的连结那里呢 重温有关中国内地 一二三线城市楼价的情况的 那所以你就看到了 这个财富效应就是说 喂 楼价下跌嘛 那业主就没有了信心啦 所以呢 一二呢 就解释到 为什么同期的中国消费者 信心下降 零售总量下降 似乎呢 加息减息对消费信心的影响呢 是远远及不上股楼债投资市场 景气对于消费者信心的影响这么大 所以财富效应呢 对提振消费信心呢 在今次的实验里面呢 是显得非常非常之重要了 好 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